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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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碰到狀況 就會讓你覺得好像 我們回到27年前 我那時候剛剛創業的那個時候 自己搖茶 自己打單 然後自己打包 然後客人來 然後跟客人結帳 就讓人家覺得好奇怪 就是你工作了27年了以後 忽然在一個晚上醒過來以後 27年前那個樣子 想想也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人生 能夠碰到這樣幾次 應該很少吧 狀態素其實還蠻意外的 狀態素小 我有著狀態素這條道 應該有超過5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在技術上面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難人家order東西 你馬上 在100種飲料裡頭 你馬上做好給它 所以狀態素其實這個東西 一直都是覺得有困難度 一直到這次疫情發生了以後 等於是我們把 原本下半年 我們準備要做的一些 所謂的Mobile點餐的方法 就直接在這一次就先使用了 所以變成是 顧客可以用Mobile先去 點完餐了以後 直接開到狀態素裡面來拿東西 這樣子的方法也是 現在大家不想要跟你接觸的方式底下 可以點餐拿餐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這狀態素其實也是現在好像也是一個 唯一可以做的一個方式 也是一個賣點吧 加拿大的疫情其實沒有真正的被控制住 尤其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還沒有碰到我們所謂的拐點 我們根本不知道哪時候開始會往下降 因為大家就越來越害怕了 就越來越不敢出門了 所以生意原本我們期待 專速可以拉高生意 但是我們現在疫情沒有控制 又往下掉了 對 又往下掉了 所以還需要努力 我們會看見一下 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會不會再解釋一下 我們會不會再拐點 我們會見一點 我們會想到